就是我想展现我的销售能力 各位boss们 你们现场出产品 现场给我指定客户 我现场销售好不好 就是现场来 随便来 我给你出一个提议 我要你把你的同学推荐到一家企业去 这也是销售吧 这个特别好 好 可以 行不行 把它推荐到斯凯乐去 可以了吗 可以 曾总您好 听说你们最近这户外的系列搞得不错呀 就是我觉得我们同学都在用你这个系列呀 好 谢谢 是这样 就是最近听说 就是咱们有些销售之类的吧 就是咱们可以在石家庄市场 有没有一些 就是有没有店铺之类的 对 我们石家庄有店 有店是吧 然后是这样 确实咱们有店之后 咱们像这种户外产品 咱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去销售人 对吧 我一个同学特别合适 第一个 就是他可以满足普通人力的一个价值 包括就是负责招聘 负责一些培训之类的 他都可以满足 因为他有这种水平 第二个 他有一些资源 在石家庄这个市场上 他有很多认识销售的同学 可以帮助我们 更多的扩展销售专员 帮助我们更好的 拓展石家庄市场 那这样吧 反过来 同学 你把他推荐到他那儿去做营销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呢 就是有一个同学 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 就是他有大量的渠道 因为他本身是在一个 校园内的纷纭人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新时代的网红 也是带货达人 如果您考虑拓展一下 其他的销售渠道的话 您可以去 我可以把这个同学介绍给您 他能够帮您很快地 在我们的学校里面铺开货 您可以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去聊一下 好 谢谢 来我们想听两位 人力资源专家来解读一下 来断东 我觉得这个急望同学呢 其实是在急于去推销 他的同学 第一没问 他的同学 到底在哪方面是擅长的 他不了解 只是说 你这边石家庄 石家庄有这个 我们石家庄有那个 过度承诺 这是其中一个 最大的一个要害 第二是没有描述具体事实 他到底在哪方面有能力 描述的不够清晰 我觉得他同学又好一些 因为校园的资源 其实在很多渠道 都是非常看重 他首先抓住了 急望在这方面的一些能力 抓住了一点 就争取一个面试机会 因为一个面试机会 就有下一步进行入职的可能 所以说他不是急于求成 库尔特 是这样 就是两位的话 都是在于假设的前提 而且都是在推 所以当你推出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 对方的第一个感受 他是防守 所以其实什么叫 不论是说你们去做顾问 还是做这种推荐 首先要挖需求 你没有去 没有互相的这种 这种你来我往 其实这个的话 是你们两个最大的失误 急望今天就不应该 在才艺展示的时候说 什么产品你们点 什么老板你们点 你不应该搂得这么大 对 你没有想到 我们会拿你的同学 跟你比较 确实 李浩阳我问你 我问你啊 虽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但偏偏都选择了你 我就问你 如果这两个人 刨你手下去 你的职业感受是 觉得谁将来的价值 会呈现的更好 我预测他 他会走得更远 对 为什么 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当你说到他的一些 问题和缺点 那他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去吸收一些上层的观点 而他呢 老师要掰掉 别人的想法去做 好 我们这样来做一个测试 选他的请举手 假如他们俩非得选一个 一 二 三 六 选他的请举手 一 二 三 四 你看 也是平的 我说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他能走更远 年轻人我们都希望 他们先做一些执行的事 不要一开始就想战略 想方法 想理论 没用 他可以先做一些事 慢慢可能他还是有更好的可塑性的 但一开始如果你就坐在那 然后比方说我把他放身边当个助理 他说话特别好听 我可能挺高兴 但他走 更容易走 你要知道 这孩子有什么说什么都说出来 那孩子好多话没说出来 对 都是好孩子 不是批评你们 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 营销 思询 营销排在前面 对 相关的都可以 实习工资 四千五 最低 金经济 其他地方应该不去 最好在北京 OK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四盏灯 从李大街开始 三千五销售助理 对 在天津 天津 陈步文 三千实习销售 咨询 地点 北京 北京 来 浩阳 五千 是在上海 什么工作 做销售 许磊 三千五 营销 对 营销助理 地点 在北京 来 同学 你支持他选谁 我觉得不忘初心最好 还是选 李总 好 不忘初心 考虑一下 灭两战 流量战 你看他那个 急得有 话都没说完 站都不站 马上就蹭的往前走 你不是做咨询吗 怎么把他灭了 来 有请立浩杨李勋 谈钱不上感情 怎么又变得七千了 你又加了两千是吧 我加了两千 好 为什么要加两千 因为我觉得这个小伙 是我来费你这么长时间 打得这么狠 但是对我丝毫不记恨的人 他一点 你看 我可以说两点吗 第一 我特别喜欢你的创业经理 和你的就是想法 真正想搞笑语 第二个我喜欢 这俩互相吹捧 非常成风 后一点 那边还有一个李总呢 对吧 你不要 你们俩 没有他了 他已经不存在了 就在你对面了 加公司 我们希望选手拿得越多越好 但他这样突然又加两千 似乎对于职场不太好 浩阳 我觉得老板任性是一个本能 当老板就是很任性 但是呢 你定这个工资的时候 你只要考虑公司 你公司有几千或上万人 实习工资是否就真的是七千 是你的实习工资 是他起到一个标杆作用 而不是一人设岗 一人订工资 要这样的话 老板就太随意了 对不对 没原则 东哥 我看法跟你相反 在这个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我是最不任性和随意的一个人 我给的任何一分钱 都是有道理的 他自己原来做过创过业 本来是不错的 我唯一对他的担心 就是老是想的太多 不能脚踏实地 在这个时候 我要问你的同学 同学的客观的观点 你是学人力资源的 未来会做人力资源 你对 丽浩阳丽总 这样的理由 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力资源 其实是挖掘到了 我同学很潜在的一个点 就是我觉得做销售 是要欺而不舍的 就是要厚着脸皮 达到目的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 力资源其实是 对于薪酬 是把控的不错的 当然接下来 如果谈合同的时候 也要具体看一下 到底签的是 劳务派遣 还是劳动 还是具体什么样的协议 因为 七签的 这个薪水 我们还是 需要去具体看一下 都是什么构成的 这是他的权利 对不对 让我们记住这一笔 好不好 我的印象当中 实习期拿工资 销售 期限底薪 非你莫属 是最高的 是最高的 好 你还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了 没有 来 最后十秒 做出你的选择 崔生生 松鼠AI 或者是谢谢在切 你的选择是 松鼠AI 打个招呼 好好 好 好